见到第一仙,第2821章,弹求一败,轻路道宗的薛闯败了,十余位七煞天亭的真传弟子败了,而现在,寻九安这位逍遥境第七的逆天妖孽,也败了,别说那些逍遥境角色,就是那些天君都震撼的心神翻腾,无法淡定。 在永恒天狱,有一个公认的看法,只要击身逍遥境前时的妖孽,以后正道天君毫无悬念,将在永恒道徒上大放异彩,每一个都是任何顶级道统的领军人物,以后迟早要担当大任,引领潮流。 而如今,排名第七的寻九安认输,这无疑意味着,那李牧尘的战力以逆天道族可稳稳地击身前六之列。 最奇怪的,也在这一点,因为逍遥境前一百名单上,根本没有李牧尘这个名字。 炼月正正不语,眼眸中尽是丝存之色。 夏柔韵一手托着香腮,眨巴着妩媚的眼眸,痴痴地看着远处那一席青衫,真好看。 董六甲用手指清轻敲着头顶松纹云冠,眼神明亮,浑身气机轰鸣,暗道,能赢得这么轻松,那家伙真正的实力。 足有把握争一帧逍遥境榜单前三席位。 奇怪的是,以前别说是上五周,连近天阁都不曾注意到此人,连名字都没听说过,未免也太过蹊跷。 想到这,董六甲心中已明白,这李牧尘必然是的身份有问题。 或者说,此人的来历有古怪。 除了炼月、夏柔韵、董六甲之外,其他参天联台上的绝世人物,也都各怀心思。 同一时间,参天联台前,苏毅呼的转身,朝远处的傅林云招了招手。 傅林云连忙走过来,李道兄,有事吗? 苏毅指了指参天联台,这座联台归你了,快上去试试,能参悟多少大道奥秘。 傅林云愣住。 之前路上,李牧尘曾说要给他争夺一个参天联台,当时他还以为是开玩笑。 不曾想,李牧尘竟是认真的。 同一时间,场中哗然声四起。 末弟,宇文彻力声呵斥。 李牧尘,这参天联台,岂是随便就能相赠的。 苏毅淡淡道,谁规定不许相赠的? 炼月姑娘之前要这么做时,也没见你反对啊。 宇文彻语色。 远处,永恒雷霆的金讯天君,冷冷出声。 李牧尘,凭那小姑娘的实力,根本守不住一座参天联台。 若不幸,你大可以试试。 言外之意很简单。 只要傅林云占据一座连台,必有挑战者去,将他打下连台。 苏毅笑道,那我把话撂在这儿,谁敢抢? 谁就是我的敌人? 要么死,要么被淘汰出局,离开这九要进去。 他目光一扫全场,谁不服,尽可以试试。 顿时,全场寂静,人们面面相去。 逍遥近层次,连寻九安都败了,谁能是李牧尘的对手? 若真像他所说,谁去抢傅林云的连台,他就会痛下杀手。 这样的后果,谁又能承受得住? 一时间,许多人脸色变得难看起来,气得鼻子都快歪了。 他们来自上武州,背靠大势力,向来只有他们威胁和打压文州修道者的份,何曾被人这般威胁过? 连那些天军都皱眉不已。 他们还是头一次见到如此嚣张的一个文州年轻人,简直猖獗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。 墨兰河大开眼见。 痛快! 过往漫长岁月中,但凡进入九要禁区的文州强者,哪个敢跟上武州的人扳手腕? 更别说去争夺参天连台了。 可李牧尘倒好,非但抢了参天连台,还无惧任何上武州修道者的挑战。 许久,也没见有人敢上前宣战。 那些上武州的天军人物都感到颜面无光。 这种经历,绝对称得上是破天荒头一遭。 苏义目光看向永恒雷霆的金训天军。 你看,我是过了,好像没有谁不服气的。 金训天军阴沉着脸,一语不发。 苏义笑了笑,催促傅凌云赶紧去那参天连台。 傅凌云这次很听话,直接登上了参天连台。 而苏义则转身,目光一扫其他参天连台。 谁是永恒雷霆的传人? 金训天军顿时震怒。 你想做什么? 苏义道,当然是为我自己抢一座参天连台。 在场众人神色各异。 这李牧臣明显是个牙字必报的人,还是报仇不隔夜那种。 之前,在针对和打压李牧臣这件事上,就属永恒雷霆金训天军和七煞天亭的宇文彻最凶。 而七煞天亭已为此付出代价。 寻九安都被撵走,参天连台被人占据。 现在明显轮到永恒雷霆了。 莫不是心有灵犀。 我这位李道兄,竟然主动要找我切磋。 参天连台上,夏柔韵美眸如水。 南南出声,他这是想彻底俘虏我的心吗? 一侧的恋月以首符额,脸上尽是无语。 都什么时候了? 这天狐一脉的夏柔韵,怎么还在犯花痴? 我和你打! 莫爹,董六甲长身而起。 朗声道,能击败寻九安之人,自是当世无双的强者。 我董六甲不求其他,但求一败。 全场骚动。 董六甲,无量地宫逆天存在,静天阁逍遥境榜单第五。 此人性情喜怒无常,心思难测。 极少会主动出手。 可他的实力,却毋庸置疑地恐怖。 自他踏足永恒道徒至今,从不曾有过一半。 在上午周,甚至许多老辈人物认为,董六甲的排名低了,应该躋身前三才对。 要求就这么简单。 苏毅看向董六甲,就没有其他想法。 董六甲一指旁边连台上的夏柔韵,笑道,赢了你。 夏柔韵从今以后,就会叫我一声好大哥。 这个理由够不够? 夏柔韵翻了个白眼,无聊。 在场其他人也一阵无语。 哪有找这样一个理由求败的? 却见董六甲眼眸浊浊地盯着苏毅。 当然,若是我赢了,阁下叫我一声好大哥,我也不介意。 苏毅招了招手,过来,我赐你一败。 董六甲仰天一笑,一步迈出,从参天连台上掠出,而后袖袍一挥。 哇! 其头顶带着的一顶松纹云冠,呼得腾空而起,流淌出瑰丽缤纷的空间光雨。 咱们之间的厮杀,无论谁输谁赢,败了得终究很丢脸。 倒不如避开众人耳目,去这五元战境中对决一场。 如何? 董六甲淡淡开口,许多天军都露出羡慕之色。 那一顶松纹云冠,名唤五元神空冠,是无量地公文天地,亲自炼制的一件空间秘宝。 其内自成一介,被换作五元战境。 据说将这一顶五元神空冠战在头上,神魂时时刻刻,如置身大道战境,得到不可估量的好处。 似这等秘宝,世间大多数天军都没有。 由此可见,闻天地对董六甲的重视,这五元战境不会有诈。 胡帝,夏柔韵声音婉转柔媚,董六甲这人虽然不正经,满嘴的胡周,可在大道争风上,却从不会做出那些下作事情,李道兄大可以放心。 董六甲笑盈盈道,我就当柔韵姑娘夸我了。 说着,她目光看向苏义,当然,若道友依旧不放心,我现在就可以用自己的心静力士,以心头血迁定下一个永恒近视。 场中响起一阵道西凉气的声音,以心静力士,已经够狠。 还要用心头血迁永恒近视,这一旦违逆,必遭天诛,天地都救不了。 不必。 苏义微微摇头,一见空间秘宝所演化的秘密截战境而已,她还不至于因此忌惮。 So! 下一刻,苏义身影一闪,就消失在那五元神空灌所释放出的空间光雨中。 董六甲一正,旋即赞叹,这位李道友,真是好气魄。 夏柔韵笑眯眯道,能让我夏柔韵刮目相看? 心动不已,愿意主动追目的人,当然得有这等天不怕地不怕的气魄。 众人都神色古怪,清训天君则气急败坏,吹胡子瞪眼,少说两句。 没看到那小子之前和我对着干,都要抢了你的参天联台。 夏柔韵不以为一岛,李道兄若想要,我给他就是了。 如此一来,我和他等于有了一个曾一起共作同意的参天联台的缘分,传到外界,绝对是一桩良缘佳话。 想一想,就让人不胜欣喜。 说吧,他那一对漂亮深邃的眸都笑眯起来,风情万种。 精训天君,唇角狠狠抽搐,可却无可奈何。 在永恒雷霆,夏柔韵别看只是逍遥尽修为,却天不怕地不怕, 背后还站着天狐一脉的一群老古董,连长教都对他极为容忍。 只要他不干出背叛宗门的事,无论闯出多大的祸患,长教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 而在这一老一少半嘴时,董六甲早已身影一闪,冲进那一片空间光雨中。 瞬息,他的身影也消失不见,虚空中只剩下一个五元神空观漂浮在那。 目睹这一幕,欺煞天庭的语文彻乎地道,若是昆蓬道兄在此,只需封进那一顶冠面。 李牧尘起步就是龙中困兽,插翅南飞了。 此话一出,许多人神色悄然发生变化,墨兰河心中一己。 这种事,以无量帝宫那昆蓬老妖的残暴性情,还真干得出来。 同一时间,一座大殿内,一婆婆也忍不住问昆蓬老妖,你此刻出手,能否一举将那苏义拿下?